上一讲我们讲到圆周转积和 两个有现场序列 X1N X2N 长度分别为N1和N2点 那么对这两个序列 X1N和X2N分别做DFT变化 N点的DFT变化 X1K和X1K 那个这个N是大于等于maxN1N2 那么这样子得到平易的 一个X1K 一个X1K 那么他们的各自的 他们的成绩等于YK 那么这个YK 在这套做DFT变化 得到的这个YN 就是X1N和X2N的圆周转积 N1点的圆周转积和 这个是圆周转积公式 是X1N点圆周转积X2的公式 这个呢 是X2N点圆周转积X1 这公式 他们是 这个呢 N等于0到N-1 X1N乘上X2N-N 以N为周期的周期演组 那么最后取组织区间 RNN 这个是圆周转积公式 那么这个呢 就是圆周转积定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X1N和X2N两个序列 两个有现场的序列 在10域对他们做 N点的圆周转积 那么他们的频率 就是相当于他们的频率做乘积 X1N和X2N的N点圆周转积 是YN 那么 对这个X1N和X2N分别的DFT 得到X1K和X2K以后 那么 就得到他们的频率 频率的相乘 就是YK 就是他转积的 转积得到YN 他的DFT就是YK 那么对于这个 原则转积定理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演示 以至序列1N 用一般的情况 就是说这个序列 我们不指定它是一个实数序列 我们是一个负数序列 那么一个负数序列的话 这个序列既有实部又有虚部 对吧 那么我们以至这个序列 1是一个负数序列 序列2 所以也是一个负数序列 那么它是以实部 虚部 实部 虚部 这样 那么它的序列长度呢 是N等于7 我们讲是这么有 有这么一个序列 那么这里呢 因为空间有限 我们只画了这个实部图形 这是X1这个序列 这是X2这个序列 那么我开始 对这个X1N 我做DFT N点的DFT N等于7 7点的DFT 对这个X2也做7点的DFT 那么也是只画了它的实部 当然它的DFT也是有实部有虚部 那么这里呢 只画了它的实部 那么然后我对 这两个把这个X1和X2的7点圆周转积求出来 这个是X1N和X2N的7点的圆周转积 那么然后呢 我把这个X1K和X2K 这个平易的双程 我也给它求出来 这是平易双程 这个相当于这个YK 这里是YN 那么看是否这个YN的DFT 就是这个YK呢 那么我要把这个YN的DFT求出来 也就是说X1N和X2N的7点圆周转积的DFT求出来 那么它的DFT求出来 那么它和它是相当的 这个呢 就是圆周转积定理 就是在两个序列 它的圆周转积 在10亿的圆周转积 相当于 这个在平易是相乘 X1K乘上X2K 那么这个圆周转积和这个层积是会为DFT变化 就是这个圆周转积的DFT就是它的层积 它的层积的DFT DFT反变化 就是它的圆周转积 这个是圆周转积定理 那么这个圆周转积定理 有什么用呢 有什么用呢 那么 因为这个DFT 有现场序列的DFT 我们可以通过计算机来计算 我们有将来会学到FFT算法 就是快速复理算法 那么在计算机上 对一个有现场的序列 对它进行DFT运算 还是很方便的 那么当这个 在10亿两个序列的圆周转积 转积都那么容易计算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变换 找平移来计算 我分别对两个序列 求DFT变化 求它的平移 那么然后把它的成绩 成绩也是容易的 对吧 有现场序列 它的个子成绩也是可以计算的 那么把这个求出来 YK求出来 那么再对这个YK 求复列反变化 再做一次复列反变化 那么就把YN求出来 那么实际上通过两次DFT运算和一次DFT反变化的运算 来求得两个序列的圆周转积和 那么就分明 两个序列的圆周转积和 我们是可以通过计算机来计算 可以通过计算机来计算 那么在实际的系统当中 我们多数是需要线性卷积 圆周转积不大有用 我们需要 多数需要线性卷积 为什么呢 比如说一个线性以不变系统 我们学过 一个线性以不变系统 它可以由单位抽样响应来为一表征 对吧 来为一表征 那么被任意输入序列的这个系统输出 那么只要求对的输入序列 卷积单位抽样响应 就可以得到了系统输出 这个是十分有用 这个是线性转积 这个线性转积是十分有用 那么你要在实际当中 你要求一个系统输出 那求线性转积 我们前面以前学过 用这个有线长序列 用跨图法 用光线法 那么求解呢 对于这个有线长序列 很短的有线长序列 求起来是比较容易的 那么对于很长的有线长序列 或者是一个无线长序列 那么求解的 过去求转积是不那么容易 那么我能不能利用 这个圆周转积定义 通过计算机来计算线性转积呢 这就分析到 就是我线性转积和圆周转积之间 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能不能利用圆周转积来代替线性转积呢 那么它如果能代替 它的条件是什么 怎么条件下它能代替 什么条件下它不能代替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一课要讲的 线性转积和圆周转积的关系 那有线长序列的线性转积 以圆周转积 以至于序列 X1N 它是一个N1点的 有线长序列 X2N是N2点的 有线长序列 那么我利用这个N 大于等于maxN1N2 那么这个N点的 圆周转积 我们把这个公式写出来 我利用这个YC 用这个YC来表示 是圆周转积 X1N和X2N的N1点的 圆周转积 由YC来表示 那么是X1N乘下X2N X2N-N 以N为周期 演出的周期序列 然后相乘相加 N从0到N-1 相加 那么然后再取组织序列 长度为N 一个组织序列 因为是N1 N点的圆周转积 它仍然是一个长度为N的 有线长序列 对吧 那么它同样也是等于X2N乘1 X1N-N 以N为周期的周期演出 双乘相加 然后再取组织序列 也就是说X2 圆周转积X1 这个是N点的圆周转积 那么我们来看线性转积 线性转积是 我们用YLM来表示 线性L大同 与YLM来表示 线性转积 那么线性转积是X1 转积X2 线性转积X2 那么它是等于X1M乘1 X2N-M M从0到N-1-1 N1-1 0到N1-1 或者呢 是X2 转积X1 那是等于X2M乘1 X1N-M M从0到N2-1 那么这里是N1-1 这里是N2-1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X1M和X2M 都是有线长序列 它的长度分别是N1和N2 那么当这个X1转积X2的时候 X1这个序列 变X2是单则移位 那么这个X2这个序列是变化的 X1 它的有值的范围 是从0到N1-1之间 那么不管 这个X2怎么样移位 单则移位 移到任何一个位置 它和它 N和X1交接的分远下 最起码它是在0到N1-1之间 只会比它小 不会比它大 因此呢 缺合我只要求0到N1-1之间 那么这个X2转积X1呢 X2M是不断的 它的有值的范围是从0到N2-1 那么也就不管这个X1怎样三则移位 那么它的X2交接的分远下 交接的分远下 至少是在0到N2-1之间 在0到N2-1之间 因此呢 这个是线性转积它的求和范围 这样子 这样子 那么作为N点的 X1X2M使它的长度都是N点的 因为这个N是大于等于maxN1N2的 那么对这个X2M周期延拓 它因为延周转积 X1N点延周转积X2 那么我要对这个X2M周期延拓 它以N为周期周期延拓 那么也就是说X2N X2以N为周期周期延拓 那么形成这个X2是一个周期序列 这样一个周期序列 它的周期是N 那么我们也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来表达 这个公式表达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X2这个序列 X2N本来是一个有线场序列 对吧 X2N这个序列 以N为周期 它因为N加上RN 对吧 R是从负物群到物群 就是意味着 就是对这个X2N这个序列 以N为周期周期延拓 从负物群到物群 无限延拓 这个是对X2周期延拓 那么然后来求这个圆周转积 这个是圆周转积公式 圆周转积公式 那么这个X2N解N 以N为周期周期延拓 那么我用也用也把这个表示成这样子的一种形式 对吧 这个是X2N 以N为周期周期延拓 表示成这个式子 那么如果X2N-N 以N为周期周期延拓的话呢 那么就是要把这个这里的N 以N-N来代替 对吧 那么有意思说 X2N-N交上RN 那么然后呢 这个R是从负物群到物群 就用这个式子来表达了 那么其他的一样 那么然后接下来 我交换求和的次序 我这里是先对R求和 再对M求和 我交换求和的次序 我先对M求和 再对R求和 那么把这个里面宣求 这个里面宣求 我们看 M从0到N-1 X1N乘下X2N加上RN-N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这部分 从这里 到这里为止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不是线性转机公式吗 这个就是X1 这个设计和X2 这是X1N 这个是X2N加上RN 这个设计 的线性转机 这个就是YLN加上RN 对吧 X1和X2的线性转机 是YL 对吧 我们用线性转机 用YLN的表示 那么X1N 我们说YN 前面我们讲到这个YN 是YLN 是X1和X2的线性转机 对吧 那么YLN 是X1线性转机 X2 那么它的取合范围N 从0到N1-1 而这个N是大于N1的 那么也就是N-1 它包含了N1-1 YN加上RN的时候 它的这个线性转机 值 因为N加上RN 然后就算你把这个看成是一个N的话 那么就是N等于N加上RN的时候 它的这个YL 线性转机值呢 对吧 那么其他 那么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是什么 这个YLN加上RN R从物群到物群 意味着什么 YLN 以N为周期 周期圆拓 那么也就在这一块 它实际上表示的是一个周期序列 周期序列 那么然后再去组织序列 再去N点 0到N-1之间的这个序列值 那么也就是说 它是这个YLN 以N点为周期 周期圆拓 以后再取它的组织序列 因此我们得到第二个结论 N点的圆周转机 YCN 是线性转机 YLN 以N为周期的 周期圆拓序列的组织序列 对吧 从这个式子 这个式圆周转机 那么这个YLN 是线性转机 它以N为周期 周期圆拓 然后再去组织序列 就是N点圆周转机 YCN 是线性转机 YLN 以N为周期的 周期圆拓序列的组织序列 那么 这个 线性转机 YLN 以N为周期 周期圆拓 好 以N为周期 周期圆拓 YLN 那么也就是说 你要是这个序列 因为序列发生 周期延拓 你要这个序列 周期延拓以后 它不发生混跌 那么你这个周期 必须要比这个 本身这个序列的长度要长 要大 才行 那么 而不仁YLN 它的长度 是N1 加上N2-1 对吧 X1的长度是N1 X2的长度是N2 那么 那么它的线性转机的长度 是N1 加上N2-1 那么这个YLN 这么长 它以N为周期 发生了周期延拓 那么只有当这个N 大于N1 加上N2-1的时候 当N 大于等于N1 加上N2-1的时候 YLN 以N为周期 进行周期延拓 才不会发生混跌现象 那么没有发生混跌的话 那么它再取组织序列的话 那么就是它自己 对吧 YLN 以N为周期 发生周期延拓 形成一个周期序列 如果它不发生混跌 那么再取N点 再取就是 其他的组织序列 就是再取N点 那么仍然是这个YLN 就是它自己 那么也就是 你满足这个条件的时候 也就是说 当圆周转积长度 N大于等于N1加上N2-1的时候 N点的圆周转积能代表线性转积 比如说 你不发生周期延拓 N点圆周转积是 这个线性转积 以N为周期 周期延拓的组织序列 那你这个YLN 线性转积 周期延拓了 再取组织序列 没有发生混跌 那么就是它自己 那么也就是说 圆周转积等于线性转积 那么也就意味着 圆周转积能代表线性转积 当这个圆周转积长度 N大于等于N1加上N2-1的时候 它是能代表线性转积 那么也就什么意思呢 X1N圆周转积 圆周转积XNN 它是等于X1N 线性转积XN 这个N呢 它就从0到N1加上N2-2 有值 这个是线性转积的长度 那么 而这个N 它是做N点的圆周转积 这个N呢 要大于等N1加上N2-1的时候 那么它俩才相等 那么这个有什么用呢 这样有一个结论有什么用 那么意味着就是说 当满足这个条件的时候 我可以用圆周转积 来代表线性转积 而我们这个线性转积 是我们实际系统当中 经常要用到的 那么圆周转积 我们是可以通过计算机来计算的 那么也就是说 你实际系统到了这个系统 要求线性转积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 适当的这个N值 适当的N值 然后呢 对这个 对这个两个系统 做N点的圆周转积 也就是说通过计算机 来计算X1的N点DFT X2的N点DFT 然后把它两个相乘 再求N点的DFT反叠化 来得到这个线性转积 好 这个呢 就是圆周转积和线性转积 我们来举个例子 以至序列X1N 它是一个五点的有线长序列 从0到4有纸 直分的是54321 那么X2N是一个四点的有线长序列 它的序列值都等于1 0到3之间 系列值都等于1 那么我们看它的线性转积 这个以前我们做过了 线性转积是一个 5加4减1等于8 也就是0到7之间有值 它的值分别是这么些 分别是这么些 那么然后 我对这个两个序列 上次课我们讲的是 对它做几点的远走转积 对它做六点的远走转积 对吧 六点的远走转积 那么 这个 X1N和X2N 是六点远走转积 那么六点远走转积和线性转积 之间什么关系 六点的远走转积 是以这个线性转积 以六为周期 周期延拓 然后再去组织序列 那么就是它的六点远走转积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 这个序列 把这个序列 做以六为周期 周期延拓 我们看 这个是蓝颜色的是 它这个线性转积的 就是这个序列 Allian 说的是YLN 就是线性转积 就是0到7 之间有尺 那么以六为周期 周期延拓 那么也就这样 从六开始 那么它又重复 这个N等于0的这个点 那么然后呢 N等于6开 这个点 是前面一个周期 那么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这个点和这个点混叠了 还有这个点和这个点混叠了 是吧 那么混叠的时候 我们这个序列 就是要相加 相加 那么这里 是5 9 12 14 16 31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来源是 这个点是5 这个点是9 那么在最后一点呢 是3和1 那么这个点是3 这个点是1 那么它混叠以后 就是5 加上3 这个点是5 这个是3 那么5加3等于8 那么这个呢 9加1 等于10 这样 那么这里也是 这里也是 5加3 分于8 9加1 等于10 那么然后再取组织区间 取组织区间 就叫做0到5 对吧 因为这个是6点元都整机 那么再取 它的0到N 解1 那么就是0到5 那么得到的是这个 0到5 之间 那是8 10 这两点 这两点是混叠的 8和10是混叠的 那么12 10 4 16 是它本身 是它原来这个线性转积 就是这么 只有这个12 14 16 这几个点 研究转积的这4个点 它能代表线性转积的 这4个点 而且因为这两个点 8和10 已经不能代表线性转积的 这两个点了 N等于0和N等于1的 这两个点 那么当然 它原则转积 6点原则转积 对N等于6和N等于7 它就没有等于0了 那么它也不能代表 这个线性转积 N等于6 N等于7的值 那么也就是说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方长度 就是说 N点的原则转积 这个N长度 没有满足 这个线性转积 就大于等于 这个线性转积的 长度的时候 那么它发生混跌 混跌以后 那么它的这个 原则转积 不能全部 完全代表 这个线性转积 只能 就是说 没有发生混跌的那些点 还能代表 它的线性转积 那么混跌了 哪些点混跌呢 那么就是 我们就要看 7起情况了 像这里 但是N等于0和N等于1 这两个点混跌了 那么这个是原则转积和线性转积的关系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搜上的这个图 搜上呢 把这个X1N和X2N这两个序列 一个是N X1等于3 就是3点的有限长序列 XX4点的有限长序列 然后呢 把这个 这个是线性转积 对吧 线性转积求出来 然后求它的6点远轴转积 7点 5点远轴转积 6点远轴转积 7点5点远轴转积 和8点远轴转积 我们从这个图上 可以看出来 7点远轴转积和8点远轴转积 可以完全代表线性转积 而这个5点远轴转积和6点远轴转积 不能完全代表线性转积 只能部分代表线性转积 就是因为这两个序列长度 一个3一个5 那么它的线性转积长度是7 那么也就是说 N要大于等于7以后 也就是7点8点远轴转积 它是完全能代表的 那么至于这个5和6 这两种情况呢 N等于5和6呢 它就发生混叠了 那我们来看 这个 它是怎么样混叠的 我们来看 就线性转积 对吧 这个是线性转积 那么我让这个 线性转积 以5为周期 以5为周期 周期延拖 然后再取足之需的 就是它的5点远轴转积 对吧 那么这个是 N从 这个是蓝颜色的时候 这个线性转积 线性转积 那么以5为周期 那么就是说 以5为周期 那么就是 N从5开始 N从5开始 就演出了下一个周期 N从45开始 就是前面一个周期 那么可以看出来 N从 N等于0和1 以及N等于5和6 这两个点 开始发生混叠的 那么他们 混叠的声音是哪个点呢 是1和3这两个点 和9和5这两个点 那么 1和9发生混叠 相加等于10 那么 这里呢 3和5 就3和5这两个点 发生混叠 相加等于8 这里 那么后面也是的 那么因此 这个是5点远轴转积 那么再来看 6点远轴转积 6点远轴转积呢 它周期5为6 发生周期延拖 那么也就是说 N等于6开始 它下一个周期 N等于-6开始 全一个周期 那么也就是 它发生混叠 那是1点 只有1点 就是第一个点 和最后一个点 就是1和5 那么它相加等于6 相加等于6 那么其他点呢 都没有混叠 那么再来看 N等于7的时候 N等于7的时候 它以7为周期 发生周期延拖 它刚好不发生混叠 是这种情况 它刚好不发生混叠 那么因此呢 在取它的组织序略以后 仍然是原来 完全能代表现行转积 它等于现行转积 那么再来看 N等于8的时候 以85周期周期延拖 那么这边还出现了0 这个 这边是一个指数 它本来就是0 那么以85周期周期延拖 它也不发生混叠 那么然后再取组织序略呢 仍然是能代表现行转积 这是这个 书上的这个例子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 这边这个演示 就是原作转积和线性转积 我们就看看刚才那个 说下那个例子 序略1 它是长度为三的 这么一个序略 123 那么先行转积呢 我让它等于 序略2 我让它等于12345 这么一个5点的有线长讯列 那么然后我对它做6点的演奏整齐好了 那么这是首先它做的是线性整齐 大家看看 就是这个是XM这个HM-M 它是一点一点 一位相乘相加 这个过程一散案过 我们先解释一下 这个是XM 这个是HM 那么然后呢 XM保持不变 HM对它就先翻转 然后呢 每一位和它相乘相加 来得到它的线性转积 我们可以再来一点 看这次翻着N等于0的时候 N等于1的时候 相乘相加的一个点 N等于2的时候 相乘相加的一个点 N等于4的时候 相乘相加的一个点 N等于5的时候 相乘相加的一个点 一直到N等于6的时候 相乘相加的一个点 因此呢 这个YM它的这个线性转积 它的长度是7 因为X1长度是3 X3长度是5 3加5拣1 等于7 0点 0到6之间有值 那么再来看圆周转积 我们看圆周转积 我们看这个 把这个 因为这种6点的圆周转积 那么首先补0 补0 现在长度等于6 那么然后我再看 把这个序列放在 这个圆周上来表示 那么也就是说 从这里开始 111 然后000 这边呢 12345 0 是圆周表示 那么然后把这个 做去演脱 把这个序列 演脱去演脱 把这个HM 做去演脱 然后呢 翻车 就是翻车 翻车完了以后 因为他已经会 有他有交点的飞灵下 那么得到第一个点 就是N等于0的时候 这个点 他的相成相加 这一个点 对吧 那么然后 以1位 把这个序列以1位 以1位 然后和他相成相加 得到N等于1的这个点 然后再以1位 再以1位 我们看这个序列 他也在1位 然后这个放下1位 然后到相成相加 再得到一个点 得到一个点 得到一个点 那么再以1位 和他相成相加 得一个点 再以1位 相成相加 得1点 再以1位 那么总共得到6个点 因为他的6点的演脱整机 他的弹度是6 因此总共得到6个点 那么实际上 他也是这个线性整机 以6位多期 周期演脱以后 再去组织十元 得到的就是这个序列 然后这个是线性整机 和圆周整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特色 有那么 圆周整机 线性整机 测试 圆周整机 十余圆周整机 那么便宜 怎么样 是相成线性整机 相加 还是以上都不是 这个实际上就是 圆周整机定理 我们讲的 圆周整机定理 就是十余圆周整机 X1N X1N和X1N 两个序列 它的圆周整机 是YN 那么对这个 X1N 做DFT 得到X1K X2N 做N点DFT 得到X2K 那么X1K 这和X2K的层级 就是YK 而这个NN和YK 是互为DFT的关系 那么实际上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十余 它做圆周整机 相当于平余 它是相同 它平余是相同 那么要第二个题 要使圆周整机 等于细行整机 延透的周期 必须满足什么条件 那么实际上就是 圆周整机 细行整机之间的关系 要使圆周整机 和修行转机相等 那么 跟延透的周期 它必须 Pi等于两个 这个序列的长度 相加减一 两个长度相 之和减一 那么这里呢 有一个序列 X1 XN 123-5 需求X转机 修行转机XN XN 5点 远速转机XN XN 9点远速转机 11点远速转机等等 那么这个什么呢 这里是一个序列XN 按理说 线性转机和远速转机 那么 就是说它自己和自己转机 那么这个一样的 就相当于这个X1N 它是等于它 X2N也是等于它 那么把这个两个人 转序列 把它看成是两个序列的话 都是一样的 学学学转机和远速转机 那么就是这样的 求 好 就是这个 好 我们再来看 我们学了 到这里 学到这里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这个线性转机的求解方法 线性转机总共有多少种求解方法了 到目前为止 持义直接求解 对啊 X2N卷积HN等于YN 直接用公式来求 这个是我们实义直接求解的方法 利用图解法 利用公式法 都可以实义直接求 还有一种呢 机变化法 就是我们在第二章 讲机变化的性质的时候 我们捡到 这个 实义转机定义的时候 好 就是直接变化的 实义转机定义的时候 这样 X2N 它的J变化 XJ H1J变化 HJ 你知道吗 这个 XJ 乘算 HJ的反变化 就是 YN 就是X和H的转机 X转机 H的 系列 X转机 H 就是等于Y 那么Y的J变化 YZ 它就是XJ 乘算 HJ 什么意思呢 XJ 转机 那么J 就J变化 J 它是成绩 成绩的关系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学的DFT法 DFT法 利用 利用 转移转机来代替现行转机 利用 转移转机来代替现行转机 DFT FN 50 因为FN和HN它的长度可以不等 那么为了做 这个 圆转转机 远转机 为了使圆转机能代替现行转机 那么这个N它必须要满足N1加上N1-1 大于等于N1加上N1-1 那么你首先要对这个 X4-0 N-N1-0 X4-0 N-N1-0 那么然后做 分别做N点的DFT 得到X4-K和HK 然后呢 两者相同 得到的是YK 那么再对它做N点的IDFT变化 IDFT变化 那么得到的是YN 这个YN是XN转机 HN 利用 转移转机 因为这里得到的是 转移 这里得到 对这个两个序列分别做DFT 然后做DFT反 然后相同DFT反变化 得到的是两个序列的圆周转机 这个概念要搞清楚 他们这个过程得到的不是线性转机 对两个序列分别做DFT 然后将他们的成绩 DFT的成绩做DFT反变化 得到的这个序列 它是XN和HN的N点圆周转机 那么就是我们这里呢 利用的是圆周转机来代替线性转机 代表线性转机 这个呢 是球线性转机 线性转机的这个球解方法 总共有这么三种 到目前为止 好 那么 这个DFT的性子呢 还有最后一个 线性相关和圆周相关 线性相关和圆周相关 这个一个内容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这什么是相关呢 所谓相关是指两个确定信号 或者两个随机信号之间的相互关系 两个确定信号 或者两个随机信号之间的相互关系 我们称它是相关 那么对于随机信号来说 信号一般是不确定的 因为它是随机的 就信号值 它是不确定的 那么对于它的相关函数是确定的 因此呢 可以利用这个相关函数 来描述一个平稳随机信号的统计特性 用相关函数来描述它的统计特性 因此呢 常常可以利用这个相关函数呢 来分析随机信号的光丽谱密度 这是这个相关函数 相关函数对这个随机信号的作用 那么对确定信号呢 它也可以有一定的分析作用 就确定信号 也可以利用相关函数来分析它的这个信号 确定信号 那么怎么是线线相关 怎么是严重相关呢 我们来看一下 线线相关RXM 它是等于Sigma N从负母群到五群 XN Y N-N 或者呢是等于N从负母群到五群 XN加上M XN加上M 乘以Y N的勾温 最忍 表达是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线线相关 XN乘下Y N-N 表示的是 然后N从负母群到五群就和 表示的是RXM 就是RX这个序列和Y这个序列的相关 相关函数 RXY 那么我们从这里这个公式 我们比较一下这个线线转机 七行转机是XM乘下XY XN乘下Y N-N N从负母群到五群 对吧 那么它有一些相 有一些类似 但是有区别 它这里X是N 然后Y是N-N 然后N从负母群到五群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公式 它的求解过程是N的过程 首先 XXN 那么就是XXN这个序列 Y N-N 是对这个Y N这个序列 的以为M位 以为M位 然后呢 其他的过温 其他的过温 然后相成 相加 那么比较这个线线转机的 这个求解过程 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只是比这个 线线转机少了一个 三则 这一个计算过程 对吧 只是缺少了三则 这一个计算过程 它是X 就是说 它直接是 一位相成相加 那么把它看成 就是XXN加到M 乘以Y N起功了 也一样的 那么就对这个X一位 然后相成相加 一样的 那么这个呢 是XY 就是XY这两个序列 它的相关函数 那么这个M 这个M是什么呢 M指的是这个XN 然后呢 这个是Y N-M 就是说 这个序列 相关这个序列 这个 它的是变量 减去它的变量 就是这个M 那个M-N-N-N 那么是等于M 那么这里呢 也是X这个序列 减去Y这个序列的变量 N加到M-N 那等于M 好 这个是M 这个是线性相关 好 我们这节课呢 就先讲到这里 好